南京东路跟这边相比哪边重要啊 南京路啊 南京路跟这个 南京路是后来的那个那个 后来的啊 后来的才有啊 后来的 包括你说外滩 外滩什么是以后的 后来的事啊 没有这边找 没有这个古老找嘛 以前这个 这个 你说外滩 也什么就是 就是这个八国年间清 清了中国啊 清了中国以后八个国家啊 就是把这个地方就是住坚 就是殖民嘛 殖民地 殖民地了嘛 就是以前就是殖民地把这个住坚住下来以后 所以外滩是叫万国建筑不来 这对对吧 它是每张房子是当作自己国家 对 对对 那个因为那个造型 造的所以风 所以是这个到当时后来的事啊 最早的就是就这里啊 所以就有酒吧 爱因斯坦 你知道很早很早的 对爱因斯坦 你刚才说是 都到这里来过 都到这里来过 住住过一段时间啊 大概带多少时间你知道吗 大概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反正这个还有也也也也也去住过一段时间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都来住过的 在什么位置啊 我刚才没听见 那个乔家路 乔家路啊 现在也要拆迁了啊 那边 那边不保留吗 叫紫园 紫园 紫园 你一查就要木字旁一个新 那个紫园 住在那里面是吧 啊 居住过一段 跟那个 他因为是姓木的还是什么 我的 我的一下子啊 啊 没事没事 以前我都很很久 他是把这个地方就是 买下来买下来 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然后他 他这个 住在这里了 他跟爱因斯坦就是好友啊 爱因斯坦就是好友啊 爱因斯坦好朋友啊 这个厉害了 哈哈哈 所以这个在历史 你说对 你说外堂啊 什么南京啊 这个是后来的事了 城门啊 所以他现在 一圈 这里叫小东门啊 对吧 小南门啊 对吧 这个这个一圈 它有九个城门 嗯 九个城门啊 现在城墙都很早就拆掉了 现在还唯一保留的一段以前的城墙 就在大京路 大京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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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京 境界的境 啊 境界的 啊 大京路这边还有一段古城墙在 啊 这边以前有古城墙呢 以前一圈都是城墙啊 啊 所以城里面就是 为什么叫 围起来的啊 围起来的 唯一出口就是 九个城门 九个门出去 九个门 现在 现在 现在这个名称 到现在还保留着 啊 对吧 现在还是叫这个 这里叫小东门 啊 小南门 新开河什么 啊 对吧 老西门啊 对吧 大南门 哦 是这么来的是吧 啊 啊 啊 这 现在 以前都是一个城啊 啊 围起来的 围起来的 就是进出都是城门出去 啊 啊 城门进来的 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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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名字 名称 到现在还保留着 是的 是的 保留着呢 唯一一段那个 一段城墙呢 啊 现在唯一的保存的那就是在 现在还保留着 大金路 大金路 现在还有一段 一小段 你知道缘不缘 我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叫大金路 哦 大金路 一直走到 人民路 啊 啊 啊 人民路 啊 就大金路 人民路口 我不知道的 你不说我以为我 我哪知道上海有城墙呢呀 就是城墙呀 对吧 所以呢老 老城 老城 老城墙嘛就是 就是这里 啊 就是这里的人民居一圈就是这个城墙 哦 也是房移县吧 啊 房移县呢 房移县呢 以前的呢 因为旁边 其他地方都是那个土塔都是什么就是一个城 嗯是一个城 城里面 嗯 城里面就是房子 外来的那个清的人 啊 所以那个他造的一个城墙 嗯嗯 造了个城墙 就是厉害的 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上海的那个城市的 好 谢谢叔叔 感谢你的介绍 这个是上海的唯一一个 一段的古城墙 就留了这一段 我刚才问了工作人员 他说这边有700年历史的 这个是上海唯一的一段古城墙 上海古城墙始建于明代 加进年间 是为防御倭寇侵犯而建 位于上海黄浦区小北门大进路一带 在这里可以看到 上海唯一一段保存下来的古城墙 也可以了解上海铸城和拆城的一段历史 环城开局城豪长一百五十余丈 广六丈 深一丈七尺 外域黄浦江 类于大小河邦 全线贯通 通街湖西 至此以后 倭寇多次来犯 直逼丞相 却始终没能侵入城池 却始终没能侵入城的香港